由古天乐 林峰 郑佳颖等一众实力男演员加盟的电影《披风暴》 最近是举办了杀青宴 三人久别重逢一番感慨上心头 电影《披风暴》是林峰和古天乐自寻情记后时隔18年再合作 也是与郑佳颖从04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同一剧组 面对这种久别重逢 三个人的感受倒是不尽相同 其实他也挺假的 我看到他是 因为以前跟他拍电视剧的时候 他还刚刚日行 所以比较真的比较年轻 跟佳颖颖很多年没有合作 而且我好像是首一次跟他拍一些动作 打斗的戏 对 那可以把这么多年 大家心里憋住的东西全部发泄出来 好像古天乐剃了他一下 还是报仇吧 不过要说最让人关注的 还得是古天乐的颈椎问题 前阵子古天乐因颈椎骨一位一厘米 压住神经线 导致食指手指麻痹 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一个大手术 动完手术之后也需要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去收洗 但是因为下星期一定要开工拍电 所以两部戏也有很多动作的伤口 所以我尽量也会尽量去配服 这才刚动完手术就开工 还会有动作戏份 古天乐也太拼了吧 还好医生不在香港 他在美国 他应该不知道 他建议就是我休息半年 本着敬业精神 古天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尽力完成拍摄任务的同时 还不忘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颈椎位移离你我很近 颈椎的问题是因为动作的戏份才会弄到下 其实那个医生也告诉我 尤其是现在太多年轻人玩手机的时候 头也会低下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 还好我不太玩手机 我妈妈常常玩手机 所以她很担心